白居易诗作品量位居唐代诗人之首 影响力却没进入前十 颂词名片中收录词作最多的不是苏氏新气级 而是周邦言 综合影响指数表明杜甫高于李白 新气级强于苏氏 用大数据来显示和验证唐诗颂词 结论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唐诗颂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 但属于美学范畴的唐诗颂词能否用大数据解读 大数据研究唐诗颂词取得了哪些新发现又有什么局限 四川大学文科讲习教授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王兆鹏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做出深度解读 唐诗颂词不仅是数量的而且也是质量的 就是咱们中国诗歌史上最好的影响力最大的诗人 基本上都产生在唐代和宋代 文学的发展数量的标志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但最关键还是要有精品 有这种杰出的卓越的伟大的诗人和词人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产生出的伟大的诗人 杰出的诗人词家 唐诗两代是最多的 我当时读那个计量历史学的时候 发现研究历史原来是可以用数据来衡量历史 文学也是一种历史 既然历史又能够计量 为什么我们的文学不能计量 我用定量分析方法来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因 就是你喜欢这一首作品 我喜欢那一首作品 你说它的影响到我 它说它的影响到 那究竟谁的影响到 那我们来找一个工业数 我们通过数据来分析和肯定 我说西级级的影响比书士大 杜甫的影响比李白大 这只是我的数据得出的结论 不是我个人的看法 就现有的这个数据 还难以准确的 去衡量这首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 但是我可以用大数据就衡量这篇作品的影响力的大小 我可以就衡量哪一首作品最受大众的欢迎 最受后世读者的欢迎 我们这个是可以衡量的 比如我们几个的 我们就三个方面的数据 一个诗人的影响是对后世诗人的影响 那我要看哪些诗人是典范性的诗人 哪些诗歌作品是典范性的作品 被后人学习模仿最多 第二个方面就是哪些诗人正受后世评论家的重视 他们品评的次数有多少 他们的每一度的高有多高 第三者认识就是通过这个选本的入选率 来衡量一首作品的影响力 唐诗里头李白杜甫的影响力最大 他们两个的作品量分别居第二和第三 最高的作品量的是白居易 但白居易的影响力不排在第一的位置 宋茨里头星期级的作品量是第一 所以它的影响力也是第一 苏诗的作品量是第二 它的影响力也是第二 这是数据告诉我们的 大数据给我们呈现来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了今后随着数据的增加 会不会来改变这种认知 那也有可能 我们今天人熟悉的这个 这个诗歌 古人不一定认为是最好的 就是我做这个排行榜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去衡量一首诗影响力的一个变化 通过这个数据 它就能够具体的展示出 哪一首诗在什么时候营养力最大 此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